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 牛奶是个宝,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所必须的八种氨基酸 睡觉前喝一大杯牛奶,可以促进睡眠 小孩子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喝牛奶能增强骨骼的发育 但是,牛奶的保持期比较短,买的牛奶过多,喝不了,就容易过期 那过期的牛奶是不是要扔掉呢? 其实,过期的牛奶也是有用处的,让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妙用吧 这是一瓶过期的牛奶,买多的牛奶,放在角落里没有发现,就一不小心过期了 扔了太可惜了,我们把它先放到碗里备用 拿来一只以前穿过的旧皮鞋,鞋面上还有一些灰尘 我们找来一块干染布,先把上面的灰尘擦掉 要擦得干净一些 好了,擦干净了,没有灰尘了 然后,我们就把刚刚准备好的过期牛奶拿来 用软布沾上一些牛奶 不要沾太多,否则会留下来的 我们就用沾上牛奶的软布去擦拭鞋面 我的这个软布沾的牛奶有些多了,你看有点流下去了 不过没关系,一会儿再给它擦拭一下就好了 擦拭的时候,认真仔细一些 把整个鞋面都要擦拭一遍 擦完后,再拿来一块干净的软布 再把皮鞋擦拭一遍 擦完鞋后 我们发现,皮鞋以肉眼可见的程度 变得干净油亮了 这个过期牛奶擦皮鞋的方法,真的超有效的 我们再拿来一个皮包 这个包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清洗过了 拿来软布沾上一点牛奶 擦拭一下皮包的表面 前面后面侧面都要擦拭到位 不要移漏 擦拭好后 再用干净的软布擦拭一遍 擦完的效果和皮鞋一样的 亮白如新 我们再拿一块软布 沾上一些牛奶 去擦拭一下木质家具 看看效果如何 用过期的牛奶擦拭过的家具 也是亮白如新 非常的干净 把过期的牛奶倒入面膜碗中 面膜纸放入牛奶里 让面膜纸吸满牛奶 捞出面膜纸就可以敷面膜了 牛奶面膜有美白保湿的功效 它对晒伤也有修复的作用 虽然是过期的牛奶 但它所产生的乳酸对皮肤是无害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过期的牛奶是只在短时间内 如果过期时间太长 或者牛奶已经结块 就不要再使用了 它会产生细菌等毒害物质 对皮肤起不到护肤作用 还可能引起皮肤过敏现象 刚刚过期的牛奶 还可以用来发面 把牛奶倒入面粉中 再加些水 用筷子搅拌成絮状 揉成面团 然后静静地等待面的发酵 牛奶的和面功能相当于酵母 会使馒头香而不甜 有一种浓浓的奶香味 要注意的是 牛奶过期时间太长或是牛奶结块了 说明牛奶已经腐败变质了 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不能再食用了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你学会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关注